说起大年发生一宗害人命案 35岁华语女子今天下午突然从厨房拿出刀子 挥刀割喉杀死年检5岁和2岁半的孩子 女嫌犯是与父母同住 当父亲从外回家时 经见两名外孙浴血躺在地上 女嫌犯则在一间房间内手腕有伤痕 事发后警方已扣留了女嫌犯 目前援引信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